《攬炒》 最近《攬炒》這個詞 在內地官方的正式文件裡出現 本來是香港人自己炮製出來的潮語 現在恐怕全中國甚至其他地方的華人 都知道為什麼《攬炒》 我跟大家說一下這個詞 這個詞本來正當的讀法 《月音》應該讀第五聲的《攬》字 即是跟武剔手鞭一樣 讀《攬》字 不是第二聲的《攬》 但是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你說是攬著來死 就是抱著那個攬 即是攬著柱的攬 是第二聲 但是也有用這個詞 所以這個詞其實我們可以讀《攬》 也可以讀《攬》 如果它表示抱著那個人 或者是攬炒的攬之外 在其他詞語裡面 都應該讀《攬》字 例如《攬拳》 即是攬在一起 總攬 即是把它包在一起 總攬 古詩裡面也有 《攬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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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寫過《攬拳》 寫這個攬 這個攬用眼來看 表達不到李白那種豪氣 《攬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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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天去抱著月光 所以用剔手邊 是攬 這個意思 譬如攬聖 很多旅遊書 旅遊節目 都會用這個字 什麼什麼攬聖 聖是指那些 聖景 即是一些景點裡面 那些景物 用攬聖 即是盡量去看 那個地方的 那些名聖 所以這個攬 有很多這個詞語都用它的 這個詞語怎麼來的 聽說是由那個啤牌遊戲 叫做《攬拳》 大家都會玩過 攬拳拳 到最後 哪個手上牌 剩得最多 就罰得最重要 是嗎 而且大家定 超過某個數 還要罰雙倍 罰三倍 那就叫做 炒兩 炒三 好了 如果你 玩這個攬拳 看著自己 手上會有很大堆牌 打不到出去 於是 就測升 就等 讓一個人 早點脫身 馬上結束 其他兩個人 陪伴你一起炒 那就為之攬炒 你比自己一個人好 所以這個詞 就是這樣 表示 反正自己也壞 就抱著其他人 大腳一起壞 就是為之攬炒